大家好,我是Sophia,我刚刚在旅游学院的会展管理课程毕业, 接下来我就会走毕业离,毕业之前我已经找到全职工作, 在一间非牟利的机构里面做行政文员, 那间机构负责除了图书馆的一些范图, 也会负责一些文化讲座或研讨会的活动, 我除了行政工作之外,也会帮公司去筹备活动, 跟其他同事一起分工合作,去完成一个活动。 为什么会选这份工作呢? 因为就这样听起来也不是跟会展相关, 其实最主要因为工时比较稳定, 因为我现在晚上就在第二间学校读碩士课程, 所以暂时就想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我选夜间课程,最主要是我想在大学这四年里, 除了学习之外,我也想提早一些出社会, 吸收更多不同的经验, 提升毕业后的竞争力, 人际关系也会扩阔很多, 对我将来工作和就业也会有很多帮助。 读夜间课程的好处对于我来说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因为我的同学有部分都已经是在职人士, 有时跟他们的沟通上都可以接收到他们分享的一些职场上的经验, 第二点就是因为夜间上课的时间比较稳定, 对工作影响少,就可以将学习和工作都两者兼顾了。 第三点就是虽然是夜间课程, 但其实他的课程设计上和日校的课程都是大致上一样, 他将来毕业出来的学历同样都可以获得业界的认可。 我怎样去平衡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呢? 其实我自己有个宗旨的, 就是工作时工作,读书时读书。 那么就选择一些工时稳定一点, 就可以就回我上学的时间了。 关于旅游学院实习的方面, 它都有三个方案的, 第一个方案就是可以选择你日校六个月的一次性, 完成你的实习。 另外也有一个是在四年里, 你分担八、八个小时去完成你的实习。 第三点就是以你以往的工作经验, 去豁免你的实习。 所以基本上都是平衡到你的工作和学习。 我在旅游学院读了四年, 其实都有两个比较难忘的经验。 第一个就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和我们班, 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举办了一个以80年代澳门为题的一个复古舞会。 当时大家都分工合作, 不眠不休, 由零去造成一个成功的舞会。 那我第二个经验就是一样发生在我大三的时候, 经营考核下, 我就接触了一个类似学生会的团体。 当时我就集合了大概七位同学, 就一起去向学校申请创立第一届的夜间部学生会。 当时我的职位就是副会长。 在就任的那一年里, 我们都一起夹手夹脚, 招募了一班成员, 然后搞了也有好几个学生活动。 我读了RFT四年, 我读科学 Sow Kelv法转, 我会很 Coke向学生常科学生, 吸引 found nature's文学生涯。 以及他們以往經歷過的經驗 但如果說到最深刻的就是舉辦活動這一課 因為這一課將我之前學過的所有知識和理論 都要運用到 這樣才可以成功籌辦一個活動 直到我現在任職的一間公司 它就是舉辦一些講座文化活動 它的籌備過程我也有運用到 我在旅遊學院這裡學過的一些知識 這樣去參與這個籌備過程 在IFT讀書的這四年裡 除了獲得課童上的知識之外 在教授去分享他們在業界上的工作經驗 以及透過學校的一些實踐的機會 都可以更加明確去知道自己將來 要怎樣走一條路 都可以更加堅持自己選擇的工作 為未來在職場上有更好的發揮 比賽世界大量 因為你們有很多技術 都可以更加堅持自己設定 一環境走渦 請記一下 請記一下 請記一下